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,大S,汪小飞登上中国实境节目幸福三重奏,常在节目中出现戏剧化互动,这次汪小飞在节目里讨论中国,台湾的臭豆腐,嫌恶地说,比起北京臭豆腐明柱臭,台湾的臭豆腐根本是阴柱臭,地沟那众位,地沟这种臭我受不了,再度被台湾网友枪暴,大S在节目中自曝, 他在北京时,向来只吃烤串,羊肉炉及海底捞三种食物,因为吃腻了,每次到北京就食欲降低,反而变瘦,汪小飞也反击,他到了台北也是一样,江洪杰好奇追问他敢不敢吃臭豆腐,他随即嫌恶地说,我敢吃北京那种臭豆腐,但台北那种臭豆腐我就受不了, 认为北京臭豆腐明柱臭,台北臭豆腐阴柱臭,明柱臭就是臭,但阴柱臭就是地沟那种味,地沟这种臭我受不了, 一旁的服务员爱点头表示,他根本不敢吃臭豆腐,大S也附和我认识的日本,韩国朋友, 每一个人敢吃臭豆腐,网友则钻汪小飞我还以为臭习惯了,笑死,地沟油不是对岸特产吗?滚啊! 汪小飞在节目中吐食,真的无法接受台湾臭豆腐。 翻设字微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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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设字微博